见的还挺多 干嘛呀 我这儿 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教训教训 永远以为自己无法无天 是这样的 我发现有人匿名发帖黑小培 就一直试图找到发帖人的IP 那个人找到了吗 那个IP地址就在匿社署罗 而且就是你们那栋楼 但是IP地址学校网的都太相同了 所以没有办法具体查出来是谁 那你们一个一个去确定吧 女生宿舍我们 怎么确定 不确定 什么意思 找到了吗 找到了 谁啊 不是 你看我干嘛呀 我怎么了 是李曼妮 不可能 李曼妮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你们别诬陷好人啊 行不行 不是 怎么诬陷好人了 IP地址完全一样 不是她是谁 哎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黑客黑了她的电脑 总之不可能是李曼妮啊 对 黑客闲着无聊 把她的电脑黑了之后 用她的电脑发帖子 做坏事的人突然电脑坏了 不是大哥你能不能动脑子 好好想想 不是 你这怎么可能 一同 那个 谢谢你们帮忙找那名发帖人 但是可能真的就是弄错了 要不就算了吧 那 既然你都说算了吧 那就这样吧 那我俩先走了 拜拜 黑认知 总之不可能是李曼妮 我想这一定是误会了 李曼妮是给她关了什么迷回药 薇薇 算了 等等我 等等我 来 曼妮 你怎么来了 我忙得很 我给你带点吃的 然后顺便我可以帮帮你啊 你能帮我什么呀 我 今年我要把建筑学院的联谊会 举办成历年来最高端的舞会 舞会啊 你不考虑预算成本的吗 你将来怎么跟学校保障啊 你想着吗 大表自己贴钱 不是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超出预算太多的话 可能同学们会有意见 然后再一个 我觉得奢华型的舞会可能不太适合 做学生活动 反倒是海边烧烤 烘趴 同学们会更喜欢啊 这次的召集人是我 你在这只会捣乱吗 我不是来捣乱 我帮你 来 我给你看看 主持人宣布晚会 开始 这个 这不挺好的吗 你的想法很好 但是我觉得 多么烦身 小裴 你来了 你今天真漂亮 来 我去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林金雄师兄 师兄 师兄 谁 这位就是小裴 裴仁芝同学 他就是咱们建筑学院最厉害的林金雄师兄 师兄 您好 小裴可是你的迷妹 他呀非要来见见你 来来来 坐坐 来来 坐坐 来来 坐坐 坐坐 别说小裴 自己黄一头 四妹 我们去那边聊聊吧 听曼妮说你还挺仰慕我的 其实我觉得你长得挺漂亮的 谢谢 师妹晚上我有时间 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吧 你对不起啊 师兄 晚上还有事情 像你这种故作矜持的女孩 我见的还挺多 干嘛呀 我这儿 小裴 你这是干什么呀 没事 没事 像你这种人 就应该教训教训 永远以为自己无法无天 我知道 最近我在学校里很红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火了 我虽然没有许多冰华人那样的天分 但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好的建筑设计师 我希望设计出有温暖的有爱的建筑 不忘初心 所以 我不会被流言蜚语打败 今天因为有尊敬的孝友师兄在 所以我残癌 冒昧地讨教 今天发生的事情 并非我本意 就是一场意外 一场我不愿意发生的意外 希望大家不要想太复杂 在悠悠缠缠历满的地方 谁不经意把模糊了方向 那遥远的天 干嘛呀你们三个 大床早下人 你 太帅了 这才是男人 从这一刻开始 我真心希望你们俩好好的 他竟然公开了 他公开了 小裴 你这次可是遇到对的人了 把握住啊 这事办得太爷们了 真的 可以啊 没想到平时那样的一个人 居然说我开就开 对啊 是不是 这次我说你怎么想的 你发个声明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 你可是个演员 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个 是 你有亿万家产等着你去继承 可我呢 我只能算是你的合伙人 我要全力挖掘你的商业价值 你现在赶紧收拾一下 等一会儿我家杂志会过来采访你 你不许再提谈恋爱的事 人家要是问 我可不能撒谎 我 来了 莫连先生 来了 请进 这位是BF杂志的记者 你好 池先生 池先生 你好 我叫孙倩文 你好 请坐 池先生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明星的家庭生活 好 我会全力配合 稍等 任知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什么 声明啊 你都没有告诉我 给你个惊喜 跨心了吧 来 坐这边 请坐 池先生 你有客人啊 那我们还继续吗 当然 咱们继续 池先生 我听说你收养了一只叫可乐的狗狗 是只流浪狗 能谈谈你跟可乐的故事吗 狗狗一定很吸引女性读者的关注 啊 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 可乐呢 是一只被遗弃了的狗狗 所以我把他带回了家 正在给他想名字的时候呢 我女朋友刚好拿着一罐可乐走过来 所以啊 我就给他取名字叫可乐了 这么说 您早上发的那份声明是真的啦 那我算不算拿到了您独家的回应呢 我也没打算瞒着大家 那谈谈你和女朋友的小故事 你可以亲自问问他 我能采访到他吗 他就在这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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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到过了 怎么了 你看这里 对 就这个地址 我们就要找出来找去找一下 你决定了 想得赶紧记下来 我再统一一下时间做 好 石先生 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没想到这么顺利 谢谢 辛苦你们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走了 我送你们 好 那拜拜 再见 拜拜 我刚才没说错什么吧 非常好 简直是教科书籍的表现 这次突然公开 真的没关系吗 我觉得公开很好啊 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评论 我都会守护在你身边 我值得吗 傻瓜 你当然值得 我这一天是经历了什么呀 我不但事业上遭受了打击 生活中还要被你们喂过来 告辞 图送啊 行了 办你自己的事 来来来 哥们你往后撤 你别堵在前面 完了 病毒 酷 他 宝靠 吃 平 你干嘛去 没事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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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